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季有花 椰峰海运的滨海园林绿化景观 一直以来都是厦门人的骄傲 然而去年9月的强台风墨兰地给五市园林绿化造成了重创 去年底五市启动了重要道路绿化重建提升工程 力求在恢复绿化景观的同时超越原有的绿化水平 实现城市面貌的焕然一新 截至2017年春节前 五市已完成绿地整理面积384089平方米 种植桥木5427株 灌木19336株 安装浇灌系统94917米 近日我们的记者跟随是绿化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 走访了湖滨东路 仙岳路 连前西路等主干道 那么这些道路经过绿化提升后 效果如何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湖滨东路的行道数在去年的台风中受损严重 然而经过这段时间的重建和提升 家住湖滨东路的小林欣喜地发现 自己家门口的道路绿化变漂亮了 之前因为台风的原因 然后这整条路就损毁得挺严重的 看了挺心痛的 但是呢 过年这段时间整个路面就变得特别好看 感觉换来一心 这边墙也换了 然后这个树也感觉都是绿叶就比起来好看 相信这些再长一段时间就会像以前一样漂亮了 记者站在南湖公园东门的天桥上放眼望去 只见道路两旁的行道树整齐挺拔 灾后受损的菩提树长满了绿叶 新栽种的香章绿意盎然 因为在墨南迪抢险的时候 那个是快速的一个修剪 那个主要的目的是说保证道路尽快的恢复畅通 那当时的修剪可能还有一些缺肉 我们这次改造的重点 一个是对这个原来吹断吹倒的这个 就是主要这个行道树菩提树进行第二次的一个整形修剪 让它能够更灌湖更均衡 那第二个改造内容就是 我们对这个原来这边的天竹柜行道树 就是一部分这个天竹柜长势 将近20年了一直长势不好 那我们这次就是说通过更换一个树种 换成香章 除了将台风中受损严重的天竹柜 更换成树形更漂亮 这因效果好抗风性强的香章 并打上护树架外 园林绿化部门还改善了树木的生长条件 借这个机会主要是把这个树屑 那个挖大 这个阔屑 然后把里面的一些杂质 原来里面有些翠丝 那些一些粉凝土垫层打窗 然后下足机回 然后再回田种植土 那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改良 为它提供更好的一个生长环境 为了让道路绿化更具有文化气息 沿路老旧小区斑驳的围墙 已经重新贴上了具有闽南韵味的腌制砖 花坛也重新用文化石贴面进行装饰 并增添了彩霞变叶木 红车 花叶质子等地备 原来有一些老化的 一些长缺的地备 借这个机会进行一些部分的更换 换了一些就是彩叶的一些植物 也换了一些品种 就是说一些新品种 那就是说能够量化彩化 跟这个绿化带增添一些色彩 湖滨东路绿化的重建提升 让我们感到欣喜 其实绿化重建提升的效果 在我是很多主干道的道路上 都已经显现了 例如位于仙岳路湖滨中路 中分带节点的这处山体 原本长着一些土生树木杂乱无序 去年九月的超强台风墨兰地 更是让此处变得一片狼藉 如今在绿化施工人员的努力下 这里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 2月10号上午 记者在海仓大桥出岛方向影桥旁看到 这座小山体及边上的绿地 经过设计单位的精心设计 和施工人员的桥手布置 已经成为了一个精致的小公园 让人难以想象 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个乱土堆 虽然天气还有些冷 绿化带领怒放的三角梅 黄灿灿的三色景 以及阿罗多姿的云美人 将这个车流如之的交通岛装点的春意燕燃 引得路过的市民游客连连称赞 挺好的 因为我们是山东来的 我们那边现在什么都没有 然后这边看着那个全都是绿色 然后还开花 还在这觉得挺挺新奇的 原来的话因为它很杂乱 其实说人从这个地方走 真的也败走 因为觉得一走进来 就好像觉得就跟进了山林一样 比较烦躁 但它现在一改完之后 这一走来就好像觉得 非常非常的舒服 非常非常的清新的那种感觉 去年11月底 是园林绿化部门 开始对这处近2万平方米的绿地 进行了重新梳理 以期打造新的城市景点 作为海仓大桥上下桥的主要节点 以及周边居民主要的休闲空间 在此次绿化重建提升中 工作人员保留了 原有树形较好的桥木 补植了兰花营 台湾蓝树 木棉 黄花怀等圣花植物 同时对山体的坡度 也进行了调整 当时有很多一些挡墙 和一些陡坡的一些坎 那这样的话和城市景观 是隔个不入的 那我们进行把坡体 进行这个是缓和了之后 整个景观会更通透 体量会更宜人 更不会一个街头绿地的 一个景观要求 记者在现场看到 经过梳妆打扮后的小山体 被绿树红花所覆盖 除了色彩鲜艳的花朵外 黄金绒 花叶垂绒 红桑等 彩色地背 树面有度 宛如鲜艳的色带 让景观更加富有层次 我们增加很多一些彩花植物 那这些彩花植物的话 有是这个开花的一些植物 像我们山脚梅 像我们一些这个 黄花怀这些植物 另外的话 我们增加一些彩叶植物 就是我们后面看到 一些黄金绒 包括这个是五彩 清理木 还有一些这个红桑 这些苗木的话 养护量比较低 也适合我们当下 一个是整个城市低碳 和低养护的这种特点 那另外的话 我们增加一些花花的话 有一些 在我们这个市民 经常经过的地方 我们做的一些 这个是一些草花 那这样的话 就是随着不同的季节 我们更换一些品种 那整个量的不是很大 也是这个减少成本 给老百姓 带来全新的一种密贸感受 由于这个地方 是快速车道交汇处 给施工带来了不小困难 施工人员只能利用 夜晚车流少的时候 进行集中施工作业 快速路都要是 晚上九点不空 到十点才能够 功能才能上工 所以说 包括还有一些春节期间 我们成熟一块 推进一块 就是大年三十 我们功能都还在 工程上干活 大家可能看到 现在看到的绿色 其实更多 它背后是 很多参见各方的 包括主要是 农民工的汗水 浇灌出来的 经过各参见单位 几个月的齐心协力 五十多条主干道 重新迎来了绿因 此次绿化重建提升工程 涉及湖滨东路 湖滨西路 湖滨南路 湖滨北路 湖滨中路 市府大道 仙岳路 嘉河路 夏河路 金上路 金山路 旅岭路 廉前东西路 路江道 云顶路等 十五条市级主干道 截至今年春节前 共投入机械 四千四百零四台班 工作人员 四万一千一百六十一名 值得一提的是 在此次绿化重建提升工作中 部分路段还融入了 海绵城市的设计理念 让城市道路功能性更强 连前西路 农科所附近的这块绿地 在去年台风中遭遇了重创 经过提升改造后 增加了香章 金桂 鸡蛋花 红叶石南等植物 高低错落 成为了街边的一处小游园 我们有增加了一些 就是色叶的一个地备 主要就是一个彩画 然后画画 比如说这色叶的地备 有一些像是红贝桂 珠胶黄金笼等等 就是可以做一个 很好的一个颜色的搭配 那整个这个绿地的话 就是形成一个 就是树密有致 然后层次错落分明的 一个颜测绿化带的一个景观 设计单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随着春天的到来 这里的树木会陆续开花 市民游客在三四月份时 就能欣赏到更好的景观效果 此外按照海绵城市的理念 这块绿地还是有一条 两百多米长 并有一定坡度的雨水花园 它的标高本身就比这个 能行道低 那通过这个下凹绿地的这种 高差的变化关系 它可以汇集这个雨水 那雨水的话可以加速 它的这个下渗排放 包括净化 从而可以减轻就是 城市内涝的这种压力吧 我们以11月29号进产 到1月12号至15号之间 我们整个雨水花园就想顺利完工了 然后就说现场 现在就进入那个养护状态 这样子的 海绵城市是指 城市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 雨水带来的自然灾害等方面 具有良好的弹性 国际通用术语为 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 即下雨时吸水 蓄水 渗水 净水 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 并加以利用 到洪涝的时候 我能把雨水储存起来 到干旱的时候 我能把雨水放出来 挤海边嘛 水就出来了 它就形成了一个水系 这个水系能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一个我接约用水 把雨水收起来 接约灌开用水 还能增加到湿度 调节小气候 再一个呢 还对这整个水系呢 通过过滤有一个净化作用 那么园林工程与海绵城市建设 有何关系呢 实际上海绵城市就是以景观 为载体的水生态基础设施 城市的每一寸土地都具备一定的 雨红调蓄 水源涵养 雨雾进化等功能 专家认为 在城市化日益加剧 城市生态问题 日渐突出的当下 海绵城市作为通过遵循自然规律 改善城市生态的规划理念 与景观设计的结合密不可分 咱们立化的时候呢 要跟海绵城市的建设相结合 利用海绵城市这个水系 来减少灌溉用水 保持置物呢 用水的需要 同时呢 在这个用水需要满足以后 它湿度也得到满足 湿度得到满足以后呢 对这个小气候呢 调节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还有一个能减少水土流失 能保护水土 所以绿化跟这个结合呢 是非常关键的 好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由于各条道路的绿化受损程度不一样 此次道路绿化重建提升项目 遵循因地制宜 不搞大拆大建的原则 在强调绿化速度和绿化量的同时 更突出绿化的品质提升 也就是说 厦门对于这15条主干道的绿化提升改造 不仅仅要让绿色不打折扣 同时还要对道路两侧的绿化景观进行提升 让其更加精致 更具内涵 据了解 除受市政施工及其他建设项目影响的区域外 灾后绿化重建提升第一阶段的补绿工作 已在春节前后基本完成 剩余部分将在市政施工完成后立体跟进 接下来将进入第二阶段的精细化提升工作 比如对一些零下植被进行优化改造等 第三阶段将进一步进行花画彩画 三个阶段的工作将在今年8月底前完成 应该是比之前要更好 那我们的原则就是第一个方面是修长 就是对受选的要进行修复 第二个方面是说进行补缺 对原来一些缺失的一些像浇灌系统 还有树壁纸 还有一部分就是说边侧比较大的绿地 增设一些原路一些石椅这样子增添一些这个休息的一些功能 就让这些市民能够进入到这个边侧比较大的绿地里面能够进行活动 那这是一个补缺的内容 那第三部分就是原则我们讲 要通过这次提值对绿地的质量进行一个提升 那这提值就是一方面就是说 对不适合的品种进行一些更换 另外就是说也通过这次改造 就增加一些新的品种 就是说在花画彩画上面也做一些文章 厦门在重建的过程当中 把绿化的提升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作来抓 我感觉这决策是非常英明的 也非常必要的 它符合厦门的旅游城市和宜基城市建设的需求 每一个绿化的景点 不要光考虑到季节的效果 而且要考虑四季的效果 还有一个考虑系统效果 怎么考虑系统效果呢 就是说我这一个绿化片期 我这条街道和整个这个片期 怎么跟整条街道 这条街道怎么跟整个厦门的绿化系统配合起来 由于厦门所处的地理位置 在台风影响的范围内 绿化事物亦受台风影响 特别是去年的墨兰地台风 让厦门的绿化大面积受损 因此这次绿化重建提升也充分考虑到防台风的因素 那就是说结合这次改造 就是我们也就是说 适当的就是说也调整一些树种 就是说在树种选择上 也要考虑到它的抗昏性 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个树种所处的这个位置 如果在昏口上 那你可能也要考虑一下 这个要求要更高一些 还有一个就是在养护管理上 以后可能就是对树木的这个修剪 也要及时的要修剪 然后保证这个通透性 特别是台风来之前 对这个桥木的这个加固啊 这方面可能都要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 在互动平台上观众朋友们的留言 厦门真的是一座花园城市 走在路上 随处都可以看到绿树 活缩 鲜花编纷 处处接风景 生活在这里 真的很有幸福感 厦门的园林绿化力度 一直都有目共睹 特别呢 能够在台风后 这么短的时间里 就恢复的这么好 值得点赞 现在大家都很关注城区 道路绿化 我认为在小区绿化方面 也大有可为 比如外墙 垂直绿化 这样既可以一定程度上呢 弥补城市中的绿地不足 也能让鸡民 有更好的生活体验 厦门的公共绿地很多 是厦门优美环境的 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呢 我们作为市民呢 希望这些草坪 除了这个观赏的功能呢 还是还能够让我们在上面 走一走 坐一坐啊 上上步什么的 希望呢 我们的市政府 能够对这些 城市绿地进行一些改造 更适合我们在上面 上步休息 好的 感谢互动平台上观众朋友的参与 我们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十分关注 城市的竞争力 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 也体现在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上 城市绿化水平是生态文明的重要指标 市委市政府积极推进绿化工作 结合灾后重建 大力提升园林绿化品质和内涵 为市民打造更多的绿化精品 当然 园林绿化工程并非一出而就 三分种 七分养 春季是植物的重要生长期 园林绿化部门将持续不断做好 后期的养护工作 让已经种植下去的花草树木 得到有效生长 好的 再次感谢在互动平台上 参与互动的观众朋友 您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 刷爱刷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登陆厦门广播电视集团 官方微信和看厦门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 感谢收看 明晚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